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编转二臣传 乾隆帝下旨编二臣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号 表明乾隆皇帝开始敢于以汉人的思维去瓦解汉人可能和潜在的逆反 清廷以异族入主定顶天下 但异族身份始终是其如芒在背的一根刺 清朝前期的几位统治者既要时刻提防着汉人的反抗 又要反复表现出对汉人的关爱和对汉家文化的热衷 逐步培养起汉人对清廷的认同感和效忠意识 但到了乾隆年间天下虽然成平日久 汉人反抗的声浪看似日渐示威 但可能的和潜在的逆反仍然存在 不过再像以前那样严满汉之大方 以严酷手段来镇压 也的确会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那怎么办呢 瑞智如乾隆帝 在确认了自己已取得天下共主身份之后 开始以汉人的思维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 乾隆帝屡次对历代忠臣加以表彰 用以凝聚人心 表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最重要的是祭祀 剑祠和追风 比如说像岳飞 于谦 铁拳 石科法 这些人都是汉人最敬仰的忠臣 表彰他们自然会得到汉人的理解和支持 进而弘扬中军思想 另一方面 那就是要树立人人喊打的反面典型 给大家一个批判的靶子和标杆 这样就能尽可能的淡化民族上的分歧 引导汉人从思想和价值观上一致对外 乾隆皇帝在阅读乾明降臣乾千亿的作品时 发现他对清朝多批判和诋毁之余 因而发怒 指责乾氏若是誓死不详 倒也无妨 奈何他早已沦为一介降臣 竟然还敢对新朝阴阴狂吠指手画脚 不过是在洗白其诗节的污点而已 于是乎 二臣传呼之欲出 1776年 乾隆帝下令编转二臣传 拣选出120余位在明清之际 绅士两朝的臣子 并将他们的事迹收录在了青史列传之中 我猜想乾隆皇帝当时的内心活动 大概是这样的 你们汉人不是最讨厌奴言媚谱的投降派吗 朕也讨厌 所以朕已经把他们的事迹登记造册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咱们一起来批判他 当然了 也希望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 不过乾隆帝也明白 二臣之中有不少是为清朝定顶天下立下大功的人 如今他们的后人也仍然活跃在清廷的政治舞台上 如此泄墨杀驴 既不利于统战 又有失人均气度 所以二臣传又分为甲乙两边 甲边收录的自然是甲于天下的人物 这类人虽然详清 但贡献卓著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清廷非常的忠心 是那种言行一致的忠心 而不是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忠心 像红成仇 孔友德 祖大寿 这些人都在这个甲边当中 乾隆帝给他们的评价是积极的 认为他们之所以身世两朝 不是他们不忠 而是乾朝太low 根据他们在新朝的表现来看 那绝对是国事无双 而乾隆帝亲定的反面典型 大多收录在乙边 比如说像乾千亿 吴伟业 龚鼎姿 孙之谢 冯泉等等 这类人的特点是背叛旧朝 却仍旧对旧朝抱有幻想 要么就是投降过来 在新朝继续混日子 毫无见数 甚至仍旧胡作非为 乾隆帝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宣传甲边当中的人物 明确共同立场 巩固战略同盟 而通过打击乙边中的人物 淡化民族矛盾 寻求价值认同 最终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